不是你这设计也太 哎呦 你这不见不察下 你呵呵呵呵呵呵呵 不得了啦 一套位于日本东京23区之中野区 江原地 阴间啊不是 个性设计 外观吵着跟坐牢没什么区别的 I don't know 不是这套 是对面那个 富士一到三层 66平米带小院带露台的 出租小黄楼公寓 怎么上 这一栋外观吵着明显就舒服多了 尽管里面阴的不得了 还是先简单出发阴性条件 就对房子最近的车站线路 都营带江湖线的新江谷田站 同步2分 可惜我持代线的江谷田站 同步10分 两线两站一键三连直达 持代新速六本目 脱脱的新贷比居民区 房子呢是个建于20年前2004年的 钢金汇尼组三层建 最后至于租金老规矩还是放在来片尾 看熊你们各个预言地 这在弹幕上对一波你们的 价格预判 OK一步来到内侧 怪不得全涂成了黄色 不然指定跟对面一样 纯玉峰 就为了这玻璃大门 还是那个味儿 说好听点是为了采光 说大实话 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经常看到 外面有黑影经过 吓死你 这就让我们吃完一开 哇 这刚一上来 一眼能望穿你整个 闺房的开阔感 是真的开阔 常量程度可以说 外面快递员想不看起你屋里都难 兴奋了 另外还有一点比较意外的 小玻璃门远比我想象中来的 更加通透 这下外面路过的 无论是人还是妖 一清二楚 那么一楼部分如大家所见 门口开始看 进门处贴心的配上了个洗面吃 真正让你做到早上洗漱完 可以原地出门 或是晚上回家第一时间 还能洗脚洗脸 甚至上个厕所也不是问题 时间管理大师 旁边一束条 暴露在外的应该就是鞋柜 除了味道浓烈点之外 叉指一算 28.5双鞋子空间 熟空的小伙伴 你们看看够不够用 再来往左一步 小棍临门一脚 非要在人家房间里放个洗衣机 问题大了 我们继续深入内测 在介绍厨房之前 你这旁边的小螺旋楼梯 真要是负毫不顾忍死活的时尚感 就这小毛豆 也只能有一片片来形容了 玩的就是心跳 建议不行 还是保险买买足好吧 经常能用得上 再来厨房这里 略显惊人的小层高略显惊人 采光之下也就能进来了 尽管空调费起码多翻2.8倍 灶台部分洗碱吹三大空间 还是比较能打的 全部锈框打造的没气躁 我三成内力都没有敲碎 质量还算合格 但弯成这样 就是你的不对了 一点不讲究 最左边空档处放冰箱的 配合上部封顶 就算放台3.5米高的冰箱 也丝毫没有压力 玩的最外面就是咱的小院 玻璃直接给它踹碎 这怪不得都给套上了套 也不知道曾经刮乱掉过 多少个天灵干 那么小院部分虽然不大 而且瞅着非常的埋了八胎 但它毕竟连接外面 也算个后门 拿来填个摩托自行车啥的 或者种种花草 再搞点小焯烤啥的 就不要太正好 良妄之于这空中小楼梯 就是咱的亚洲节目了 大家先别着急 吊吊你们胃口 这一楼部分就是这样 简简单单 阴间无比 接着我们一套还笑半步天 踏上着毫无安全感 踩上去短短抖动的楼梯 螺旋上升 小窗户也是真的大 好似深怕对面老王 看不清你家似的 必须我才发现 院子居然还不是我一家独有 别人都有 这哪能行 那么在正式探索二楼之前 你这楼梯最上面这一段 啥思路 于是往里一步 二层总共就两门 多少差点意思 手边这扇 原来是WC以及许余中心 来得如此之近 定是为了方便你上厕所 上身上了 随时能洗 热心 而是门后面 其实还有个洗面池 只不过就是 袖真了点 小镜子也是相当的随意敷衍人 还热心的贴上了标签 警告你小心假手 显到你来呀 至于这里面的老破小浴室 简直老破小 咱不忍睹不提了 回到走廊 另一扇合室门背后 第一个房间逐渐浮出水面 面积偏小 基本一张单人床 一个写字桌 中间一台动感单车 不能再多了 再来追追关键的 哪脚都落得不要不要的了 打开一看 哈利有了落脚之处 咱们也就都能放心 可惜就是小楼梯的 一部分暴露在外 家里宠物上下楼啥的 有一滴概率能费进你屋 窗外面也来楼一眼 你这遥控器放了 想等我是吧 直接给你打包带走 所以这一面呢 是咱们的正门方向 尽管正反面好像 长得也毫无区别 横数都是满眼的老王 我们一眼带过 OK的妈二楼也完事了 接着再一波剪辑 一点不累的 轻松到达三楼 先在妹叔眼 东张西望一圈 原来三楼只剩两个房间 左边和楼下一样的不多说了 右边这个则大了不少 一家八口 谁地位高 就看谁住这一间 于是乎 今天的主角 也终于闪亮登场 你这 也太离谱了吧 开窗直接下楼 来 咱们先看看左边窗户 果然 得亏是汗死的 不然这房子 只定每周都得换租客 好吧 还算有点良知 不过尽管租客这下是保住了 但宠物 可能还得一周一换 设计的不错 多少有点毛病 钻出去摟一眼 这隔壁家的亚马逊丛林小院 看着不错 一会儿进去拜访拜访 于是乎 在我们正式登顶之前 其实屋里还有一个 让我特别在意的点是 这房间门 也是被固定住的 看来这下扮演 应该是不太会 自由落体下楼了 有点可惜 很好兄弟们 接下来就让我们穿着 他这丑的臭了吧唧 一看就带脚气的拖鞋 踏上毫无安全感可言的 空中小T 等等我确认一下 选择的心彻底死了 甚至比一楼梯子还要薄 得亏晓 我这40多年 听功底子 以及剪辑小哥的超高水平 微微一键三连 轻松来到顶层的 天台部分 该说不说 这角度是真不敢往下看的 所以顶层有这么片空间 实属难得 上来看个书 学个习 露个串 种个西瓜啥的 就不要太惬意 但顺 真有必要模仿监狱 模仿的这么还原嘛 这家伙也太神灵奇境了 快看我瞧见了啥 再来小视野部分 也相当开阔 新宿方向的视角 毫无遮挡一览无遗 这要是天气在好点 白天小来云一出来 视觉体验应该能好上不上 哦对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嘴的 房东你是真的损 我说脚底咋凉嗖嗖的呢 大夏雨天的 给我双这样的通风拖鞋 每当我轻轻走一步 这个洞洞就会把地上的水 吸到我的脚上 我 好了 那么以上之前呢 就是今天房子的全部内容了 真的刺激 所以就这样一套 日本东京中野区 多云大江湖县的 新疆古田站 堵步两分钟的 自在露台自在小院 富士三层66平米 静玉峰小黄楼 租金倒是多少呢 9355元人民币 折成日币的话正好20万 其中包括管理费 今天呢 有点特殊 因为无论我说这个价格 它是贵呢 还是贵呢 都没啥意义了 因为就在我拍摄的时候 这个房子已经被人家申请掉了 并且隔壁其实还有一套 同样户型的空房 也被申请掉了 你看得懂吗 咱就说也不知道 一个个到底都在盘算着什么 所以也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今天的房子是支还是坑 换作是你愿不愿意住呢 记得一较评论留言告诉我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分享收藏 如果喜欢看日本的房子 关注一定能够拉下 我是日本房产经纪人小豪 让我们下去再见 拜拜